原本要在4月11号的国会特别会议上提成的反跳槽法令 因为一些细节还存有争议 而展延到了7月才会提成 与此同时 朝野谅解备忘录也将在7月到期 尽管巫统主席阿牧扎西多次表明 巫统不会继续跟西蒙签署谅解备忘录2.0 但是西蒙也还是希望能够保持 也还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没有因此关上与首相沙比里的谈判大门 今天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重申 只要国会通过反跳槽法令 在野党愿意跟首相讨论朝野备忘录2.0 那只有反跳槽法通过了 延长谅解备忘录才有谈判空间 至于反跳槽法存在的争议 在野党今天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备受争议的反跳槽法案迟迟未提成国会 新统党属理主席戈宾兴 今天出席律师公会与竞选盟举办的论坛时指出 由于时间有限 他建议政府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将反跳槽法提成国会 以争取在第15届全国大选之前 通过该法令中较少争议的条文 戈宾兴认为首个阶段应该先解决个别政党的跳槽 以及政党进出联盟的问题 同样受邀出席这场研讨会的前首相署部长李端 也认同各民心的看法 并认为受到争议的论点之一 就是议员在胜选后遭到政党开除 在跳槽的部分 可以在后期才提成顾会 我们必须禁止澳大选 因为澳大选会给总统的力量 为总统的政党 决定的政党 我给你一个选择 说总统的政党 决定的政党 从巴勒充许的政党 而不承认党来 然后你会有不坏性 但是他有一个招式 他可以去典典 以法律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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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律的政党